61岁于成庆过得很开心 他在八年前再婚 迎娶英文主播张嘉欣 两人婚后先在2017年 喜货女儿于思辰 2018年再得一子凑成好子 有了两个小孩 哈林工作量大减 张嘉欣更是当上全职家庭主妇 夫妻双双专注育儿 哈林跟前妻一能静 育有儿子小哈利与恩利 正在上大学的哈利 彻底释放自我 多次在社交网公开自己的女装照 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 对此哈林表示 理解大家的好奇 对他而言 无论男装还是女装都是时尚 艺术没有性别界限 话虽如此 之前大学放暑假 哈利从纽约返回台北 家里有严肃的奶奶张正芬 她为了不自己老人家 乖巧的以正常男装打扮现身 大儿子回家 哈林开心的发了三个孩子的背影照 炫耀幸福 当时哈林留言 三大三小三代同堂 好久没有六人全员集合 开心 三小指的是三个孩子 三大估计就是哈林夫妇跟奶奶了 哈利回家后 台妹开始跟拍于成亲一家 大概是想拍到他们一家六口的同框画面 但连续两天 都只见哈林的太太张嘉欣 乘坐保姆车出门 不要说哈利跟奶奶 连哈林都不见人影 去年6月23日下午 张嘉欣扎着丸子头现身 T恤家短裤的造型很青春 少女感十足 张嘉欣乘坐豪车出门购物 记者拍到她时 她顶着素颜 提着面包跟两袋战利品上车 身形偏瘦但一双美腿相当强劲 上车时 张嘉欣有司机帮忙撑伞以及开车门 净显阔态派逃 47岁的张嘉欣 瘦归瘦 但她腿部跟手臂都充满力量 肌肉非常明显 平时一定没少锻炼 哈林是出名的运动爱好者 最爱脚踏车 她曾公开带妻子跟子女 出外爬上的照片 一家人都热爱户外活动 张嘉欣能够跟哈林成为夫妻 相信运动就是他们的共同话题之一 6月24日下午 有记者目击张嘉欣再度出门 她独自到体育用品店挑网球拍 原本等待店家穿线 后来她突然有事提前返家 再派司机跟保姆出门帮忙办事 张嘉欣连续两天都是独自出门 记者询问哈林的经纪人 想知道哈林最近忙什么 经纪人表示 哈林现在全身心照顾家庭 同时抽空做运动 暂时没有工作计划 既然大儿子已经返台 哈林在暑假期间 应该不会安排工作 除了陪伴跟张嘉欣所生的两个小孩 她也要与哈利联络感情 免得大儿子吃醋 以前 哈林处理不好 亦能静跟于母的婆媳矛盾 现在张嘉欣跟婆婆的关系貌似还行 于母生日时 媒体拍到张嘉欣对婆婆照顾有家 一家人和谐快乐 有报道指 于母年迈 哈林夫妇为了方便照顾选择跟她同住 看张嘉欣忙碌的样子 既要照顾长辈 要看着小孩 一点都不轻松呀 所以娱乐圈中的知名歌手 于成庆可以说是从80年代一直红到了现在 如今 于成庆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在爱情上也是有着和谐的家庭 2006年和英语主播张嘉欣结婚 并又一儿一女 幸福的家庭令人羡慕 近日有台媒曝光歌手于成庆 与老婆张嘉欣同框的照片 引发外界热议 照片中 61岁的于成庆穿着白色T恤 戴着红色棒球帽 站在舞台上唱歌 打扮得像一个嘻哈小伙一样 丝毫看不出年龄感 歌曲进行到高潮部分 于成庆的老婆冲上舞台 她穿着黑色上衣搭配短裤 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 看起来珠光宝气的 而且双腿十分白皙 张嘉欣一看在老公脸上 就笑开了花 接着就靠在于成庆的肩上 夫妻俩相互依偎的模样 着实甜蜜 不得不说张嘉欣十分会保养 都快50岁的人了 一颖一笑仍有少女感 看着老公的时候 眼睛笑成一条线 彼此之焰的幸福感 快要溢出屏幕 很多网友看到于成庆的老婆后 都夸赞她太年轻 不像是二胎妈妈 为了保护家人们平静的生活 于成庆几乎不在社交平台上 是爱子女的敬照 也很少与老婆秀恩爱 不过夫妻俩每每露面 都甜到掉牙 早前曾有台媒拍到 于成庆一家人同框的场面 当时她为妈妈过生日 并在某酒店举办宴会 老婆张嘉欣打扮朴素 女儿则被大人牵着 小朋友身高喜人 东张西望的样子十番可爱 于成庆儿子被保姆抱在怀中 不哭不闹的样子非常乖巧 看着这家人幸福的模样 着实令人感慨 值得一提的是 于成庆接受采访称 前不久刚与妻子 去了一趟马来西亚旅游 似乎是为了庆祝结婚六周年纪念日 于成庆在2016年求婚张嘉欣 据媒体爆料 张嘉欣的学历非常的高 她在民事担任英语新闻主播长达13年 长相漂亮有个性 一家三姐妹都是美女 在瑞士念了高中 在英国取得了白金汉大学 饭店管理学士回国 曾任亚都立志饭店总裁 延长寿的特助 后来进入民事 因为她精通多种语言 加上国台语又流利 从外电编译提拔为英语主播 她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秀 正好和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于成庆非常般配 有着超高学历 而且不论做什么事 能力都是一流的 虽然张嘉欣的颜值 可能不像明星那么出众 但是她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 精通各个领域知识的才女 不仅如此 张嘉欣的个性也是非常低调 不会太过于抛头露面 可能于成庆的母亲就是看中了她这一点 再加上张嘉欣的能力很强 家境也不错 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2018年于成庆喜得三胎 妻子张嘉欣在感恩节 在为她添一子 据台媒报道 张嘉欣顺利生下二胎男宝宝 姐母子平安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 当时于成庆已经57岁了 称作高龄也不为过 老来得子 实乃人生的一大喜事 高兴的是于成庆 辛苦的却是老婆张嘉欣 所以高龄产妇 张嘉欣当时也43岁了 两人在2016年修成正果 于成庆夫妇非常努力 在4年的6月份 生下了大女儿哈密瓜 紧接着两人快马加鞭 在同年7月份 张嘉欣被曝光 怀上二胎男孩 好时成双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于成庆的大儿子哈利 众所周知 于成庆在跟一能静分开后 两人的儿子哈利 便归了一能静照顾 因为又有了新家庭的原因 所以哈利跟父亲的接触机会 是较少的 于成庆叔哈利 跟自己年轻时是非常像的 只是如今哈利 也已逐渐长大 所以作为父亲 也不会去像儿子小时候那样 经常带着他去玩 而且会注重塑造他的独立性 并且于成庆还向记者抱怨说 哈利现在不太理他 看来哈利是真的长大了 已经有了自己的爱好和想法 所以父亲的于成庆也表示能够理解 把更多空间给孩子 让他自主发展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哈利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男孩 喜欢穿女装 根据于成庆的友人透露 其实哈利的女装示好和取向 曾经在于家引起一阵风波 竟然于成庆的妈妈十分保守 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孙子 穿成孙女 而于成庆已经另组家庭 哈利如果与观念传统的奶奶 同在一个屋檐下压力巨大 因此 就算妈妈易能静不在台湾 她在台北被拍到时 也都是回易能静台北的家 哈利不想让爸爸为难 看得出来 哈利是一个懂事悉尼的好孩子 2019年 当时57岁的于成庆 身体健康亮起红灯 病情令人忧心 于成庆曾参加路跑活动 透露他平常就有跑步 游泳 骑车的运动习惯 跑4000米对他来说再轻松不过 对健康很有自信的他 不料却爆出眼球布满红血丝的照片 只见他左眼布满大片血丝 画面相当惊悚 并写道 温心头一震 莫非有妖孽作怪 带我几天大圣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看个明白 为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于成庆经常锻炼身体 他也非常热爱运动 在瘟疫爆发前 经常通过社群分享运动照 不料有一天却突然发生意外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 送医治疗的照片 引起粉丝担忧 原来是于成庆骑单车时 不幸受伤 他晒出治疗照片 还不忘自嘲铺街 网撞绷带很性感 还打去称 受伤的伤口形象很像齿轮 最后他还分享 自己包扎后的模样 笑着说包装完成 于成庆的左手肘 左脚膝盖和右手掌都有伤势 不过幸好都是皮肉伤 就医消毒后已无大碍 如今看着在舞台上 蹦蹦跳跳的于成庆 让人不禁感叹 他是不是真的不会老啊 希望他能一直这么活跃下去 唱到一百岁 非贝利说 最甜美的是爱情 最苦涩的也是爱情 于成庆想必也深有同感 提起牵手门 可以称得上是 一能静的黑历史 而那也是于成庆 心中无法言说的痛 当年媒体刚开始报道的时候 于成庆觉得十分荒谋 甚至他还因此和提醒 他好兄弟张宇绝交了 起料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早早地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 我是于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 最先最报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又 关于于成庆 与一能静这段婚姻 真的可以用 唐里又带玻璃渣来形容 当年在录制节目 周末派时 同为嘉宾的 与成庆和一能静有了交集 节目录制结束后 与成庆问一能静家住哪里 听到答案后 得出了方向相反 就先走了的结论 本以为没下完的二人 后来却因一首歌牵起了红线 1988年 一能静和与成庆开始交往 一能静还是与成庆的初恋 因为工作的缘故 加上与成庆不爱向公众 展露自己私人生活的性格 二人相恋14年 一直都是地下恋情 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 二人之间还因为出生的差距 受到与成庆父母的反对 一能静出生于台北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 在她出生之前生了六个女孩 所以在一能静出生后 父亲就和母亲离婚了 母亲则怪罪于一能静 幼时一能静过得十分凄苦 她和姐姐 姐夫一起过日子 但是后来姐夫经生失败 患有轻微心理疾病 动不动就会拿她撒起 后来母亲实在不忍心 才把一能静带到身边 远赴日本 但是 融入日本的生活圈并不容易 她和妈妈在日本过得并不开心 所以 一能静14岁就开始打工赚钱 攒钱回台湾 在日本生活六年后 母女俩终于回到了 心心念念的故土台湾 回台湾后不久 一能静被著名音乐人 刘文正赏识 为她打造了少女组 和飞鹰三人组 她发布专辑开始赚钱 而她赚的钱 首先却用于替生父 还投资失败欠下的债 由此可看 一能静从小到大的生活 是非常艰辛的 家境也并不好 反观于成庆 她可以说是家事显赫 如今既是云南的旅游景点 也是云南省重点保护文物的语源 就是宇家昔日宅院 作为家中独子 于成庆被悉心培养 虽然她的兴趣和自己的家族 分为一点不搭边 但是在她的喜爱与坚持下 家里也开始支持她 再加上她自己的才华 宇成庆的音乐之路走得可谓是顺风顺水 而这种差距成了二人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 以至于后来即使二人成功步入婚姻 也为婆媳关系埋下了隐患 1999年 医能静生患肿瘤 医生告诉二人 如果是恶性肿瘤 则需要切除子宫 面对可能影响医能静生育的问题 宇成庆没有丝毫犹豫 要求医生尽快做手术 并下定决心 不论结果如何 都要将医能静取回家 第二年的情人节 二人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 两年后 儿子哈利出生 婚后 宇成庆对医能静很好 虽然她不喜欢提及私人生活 但若有人提及妻子 她就会非常互妻 但是 这段婚姻也逃不过千古难题婆媳关系 因为二人固有的出身差距 宇成庆的母亲 还是看不起医能静 而为了让婆婆满意 医能静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加上与成庆的工作繁忙 夫妻二人见面 相处的时间很少 婚姻的问题已浅浅埋下 后来医能静客串电视剧 《大清后宫》时 与这部剧男主角黄维德相识 其后 网上流出一张黄维德和已婚的 医能静牵手的照片 瞬间引发舆论哗人 据说当时 黄维德还有女朋友 那时 宇成庆认为 这一切根本就是媒体胡编乱造 好友张宇曾暗示宇成庆 多注意妻子在外的举动 宇成庆的个性 非黑即白 他根本不相信 医能静会出轨 一怒之下与张宇断交 但后来宇成庆发现 医能静确实出轨了 牵手门事件后 医能静和黄维德的事业 都受到了不小影响 黄维德还甩锅 给医能静称是他主动牵手的 面对丑闻 宇成庆没有在公共场合 说过一次医能静不好的话 只是在第二年平静地 与医能静离婚 结束二人九年婚姻 给了彼此体面 医成庆在和医能静离婚后 经历过一段时间 对婚姻的怀疑 他受不了医能静与黄维德 不明不白 医成庆曾在访谈节目中 流露出对爱情的失望 表示工作最可靠 但索性 这位曾在爱情与婚姻中受伤的人 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后来医成庆与主播张嘉欣 低调相恋并结婚 婚后还育有一儿一女 一家人其乐融融 虽然雨成庆很少在公众面前提起妻子张嘉欣 关于二人的新闻也很少 但是二人在私下也会一起逛街 参加聚会 日子过得低调幸福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雨成庆的身体却出现了一点问题 雨成庆平日就很注重身体保健 除了工作以外 私人时间几乎都被运动占满 以前还挑战了铁人三项 当时健康状况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 起料 在2019年 有媒体报道 雨成庆因为频繁胸闷 以及心计等问题 前往台北荣总诊治 事情爆发后 雨成庆的经纪人 第一时间仅说明是例行性检查 没想到消息才曝光不到24小时 又传出雨成庆 早前因为心脏问题动了心脏手术 此外 据雨成庆身边的有人透露 他平常压力大 又很容易想很多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也不愿意向身边的人倾诉 今年累月的恶性循环才会导致心脏出毛病 消息一出也让不少粉丝很担心 对此雨成庆当时回应 其实他出现胸闷 心计等症状已经有约半年的时间 原本病患很轻微 加上没有家族病史 所以没有特别留意 结果 他最近症状出现的频率突然增加 才决定到医院接受检查 自己也却识动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感谢大家的关心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不过年纪大了 确实要多多注意身体 雨成庆唱歌很厉害 买房置产更是有一套 早年他就以五千万买下 钱力霸集团负责人网友 曾在东区的法拍屋 更杂一亿多元买下 东区知名一品大厦 与前副领导人连战当邻居 雨成庆没开二度 与张嘉欣结婚后 2019年砸下近七十万月租金 搬到信义区台北花园豪宅十二 十三楼 约老婆 母亲以及一对儿女 共享三代天伦乐 至于为何租下两个楼 可能是考虑到婆媳关系问题 先前还有媒体爆料说 雨成庆的母亲疑似和他的现任妻子张嘉欣 关系失和 雨成庆的母亲还搬到他姐姐家住了 雨成庆的妈妈张正峰 过去是上海国宝及国具名林 还记得雨成庆在2019年过年期间 晒出和妈妈 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合照 当时她将家人的脸都PS成自己 逗笑网友 一家人看起来十分和睦 但根据 静周刊报道 作风洋派的张嘉欣一因教养问题 私下和婆婆张正峰关系紧张 雨成庆的妈妈张正峰甚至被张嘉欣气地搬了出去 当时雨成庆的经纪人罕见大动作澄清说 关于周刊报道内容均属不实 尤其是雨妈妈的部分 雨妈妈现在就住在雨成庆楼上 所以不实的报道我们不予理会 并扬言将对不实揣测提告 后来雨成庆回应说 我们一家四口和母亲张正峰 儿子哈利同住在信义区豪宅家中的楼上 楼下 目的就是避免婆媳间产生摩擦 影响感情 这样做后之后 好一阵子大家都相安无事 但近年因为哈利到海外念书 母亲张正峰大多数时间变成独居状态 自己不忍母亲孤单 于是提议母亲到自己的姐姐家中住一阵子 几个月前 母亲张正峰才有搬回来住 没想到媒体却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希望大家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 否则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他们 至于为何让老人家搬来搬去 原来是因为之前 雨成庆的姐姐要到美国看女儿 张正峰才决定再次搬回雨成庆家 与儿子 媳妇 孙子 孙女重享天伦乐 但后来可能是考虑到租房不划算 2020年8月又传出他去敦北豪宅华顾名著看屋准备买房 后来实价登陆正式 雨成庆砸下了二 七十六亿买下该豪宅九楼户 因数知名双敦学区 雨成庆这次大手笔至产 被推估要为二婚生下的一对儿女就学提早布局 她的打算也不足为奇 毕竟做父母的总是想为孩子多做一点 雨成庆虽然受过爱情的伤 但好在她还相信爱情 最终也获得了幸福 为了要活得幸福 我们应当相信幸福的可能 彼此深深地爱过 就已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了 如今雨成庆和伊能静也都有了自己的新归宿 汲取第一段婚姻的经验 努力过的幸福 也不失为另一种圆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